当心鉴定我们目前就市局这边鉴定的结果 是说担心不排除 我生那个儿子那个老陈都猜了 那个陈温战 那个猪猪城的陈温战 什么都清楚了 他当时在白玉署也存了 白玉署为什么不跟儿子当时带过来跟我看 那养父母也不带过来 把老陈也放掉了 要我儿子跟我看一下 这里是大家看法 18年前黄沐英4岁的儿子吴建乐 被自己的父亲糊涂糊涂的就卖给了别人 经过18年的苦苦寻找 尤其是在福建的志愿者的帮助下 黄沐英终于知道 当初买自己儿子的那个人叫徐吉祥 但是当找到了徐家之后 徐家直接告诉他 对不起孩子不在这儿 孩子已经被转到了徐吉祥妹妹的手里 并且徐家人斩钉截铁的 给了黄沐英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孩子知道 他不是自己的父母的亲生孩子 而且他对亲生父母卖他的行为耿耿于怀 即使是死了 也绝不可能相认 我老婆现在死了 死不天生了 他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是吧 他随便怎么样说 我老婆也不是他 就是欺负我吧 寻死无果 黄沐英求助福建警方 为确认黄沐英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当地警方对两人进行亲自鉴定 可结果出来后 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又发生了 DNA检测的结果只是不排除 黄沐英和吴建乐之间的母子关系 但是要确认 还需要下一步的继续检测 而买方也是以此为理由 拒绝黄沐英见到自己的儿子 但是黄沐英就想了 你贩卖人口 买人本来已经就是犯法的事情了 你怎么还能够那么理直气壮呢 所以他必须要见到自己的孩子 那么黄沐英和儿子见面的这条路 到底是否能够一路畅通呢 终于在志愿者和黄沐英的不懈努力下 泉州公安局方面答应 尽快安排黄沐英与孩子的养父母见面 寻死心切的黄沐英 立即赶往官桥派出所 可当黄沐英赶到官桥派出所时 却发现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我怎么还没打电话给你吗 没有啊 因为江叔怎么说 结果他没有给我 现在养父母就是不同意于 孩子跟黄沐英吗 不是那你没结果没出来 我不知道我没说到 这个渐渐多时一分 结果在传逐局 他不是打电话给他说 没